黑色轎车停在路中央 好几名黑衣男下车后 不停朝其中一人殴打 对方痛苦倒地爆头 但这还没结束 这间男子直接被拉上车 扼杀完全不顾旁边 还有其他用路人 当街路人直接开走 民众吓得不敢靠近 先拿手机录影 同步打电话报警 警方以车追人 现在三重南下其中一辆车 但嫌犯相当狡猾 中途还将被害人换车 混淆警方追起 我们现在找到被害人了 然后那些人是那个 在压他们的两个人 嫌犯躲在公厕 跟警方玩捉迷藏 最后狼狈入网 原来被掳走的理性男子 向一名灵性女子追讨 二十万的债务 跑到脸书呛瞎放话 对方找来竹联邦成员助阵 双方谈判破局 曾庆祖贤居然叫底下小弟 当街僵人卢走 带到中和偏僻的公厕 警方一共带回五人 而被害的理性男子 原本只是想讨回二十万 意外被揭发 身上有八条铜器 这下钱不仅要不回来 还得跟着债务人一起吃老饭 三线软 莫远松学商云新北藏报道